20号 国家航天局在北京举办高分辨率多模综合成像卫星投入使用仪式 我国最高分辨率摇杆卫星正式上岗 高分多模卫星是我国目前分辨率最高的民用摇杆卫星 配置了高分辨率相机、大气同步校正仪等业务载贺 以及激光通信终端试验载贺 2020年7月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2021年12月完成载轨测试总结评审 这颗卫星经过了一年多的详细的详实的载轨的测试和试验应用 各项功能性能满足要求符合我们研制任务书的总体的一个要求 具备投入使用的条件 据了解高分多模卫星的投入使用 可进一步满足大比例尺、国土调查与测绘 重点区域自然资源、摇杆监测、灾害风险与应急监测等领域 对高精度摇杆数据的需求 高分多模卫星的全称是高分辨率多模综合成像卫星 从它的名字我们就不难看出 这颗卫星有着和其他卫星不同的特点 那它都有哪些神通广大的本领呢? 高分多模卫星具有分辨率优于0.5米的高分辨率图像获取能力 分辨率数字越小 卫星的成像精度就越高 专家介绍 高分多模卫星可以凭借其超高的分辨率 更好地满足自然资源、应急减灾、农业农村等 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所提出的需求 更好地为人们的生活出行等方面提供服务 咱们老百姓经常用到的导航电机图 就可以用这种更高分辨率的卫星的影像 来进行提取更多的道路 来进行导航的信息服务 目前高分多模卫星已经逐步在北京、广州、武汉等 36个重点示范区 开展了基础测绘、大比例尺国土基础调查 与专项调查等具体业务测试 高分多模卫星作为我国对地观测摇杆卫星的新成员 它拍摄的图像究竟是什么样呢 在实际应用中它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呢 咱们这位墙上展示了我们国家10年来 陆地对地观测摇杆的一个主要的卫星的情况 那么这些卫星总体来说分为光学卫星、雷达卫星、高光谱卫星和激光测灰卫星 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估、预警方面的全方位的服务 唐新明挑出了几幅摇杆卫星拍摄的图像 从能源统计、土地变化监测、城市规划等方面 为我们展示了摇杆卫星的应用 很清楚地看出来咱们光测电站占了多少面积 甚至有多少个版面 我们通过这个高峰多摩卫星以及高分面率卫星 可以把全国的光测电站都找出来 这个就是在济南区域别墅的整体的分布情况 这个黄的就表示已经拆建了这个违法别墅 这是用高峰多摩卫星拍摄的建设用的变化 可以看到哪些是这个住宅哪些是公共建筑 哪些是工业设施的建筑 应该说用于这个城市规划 用于这个包括道路密度的监测等等都可以用